武兆之傲兆 其武则天唐朝至武州时期政治家 武州开国君主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 其位年龄最大 67岁及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 82岁 下面启歌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这天进宫许久的武则天被召侍寝 沐浴更衣后被人裹在被子里送入了李世民的宫殿 就在李世民被武则天的妩媚娇羞所吸引后 正要行原房之事时房顶的梁木突然掉落 对此武则天是如何做的呢 而房冷又为何会掉落呢 义武家有女出长城 武则天出生在并州闻水县 父亲武士约本是一名从事木材生意的商人 所以他自小就过着锦衣玉石的生活 在隋朝末年的时候李渊曾多次借宿于武家 后来李渊起兵时也曾多次给予钱财物资的资助 李渊称帝后封武士约为印国公 因此武家正是由地主官僚 阶级一跃成为士族官僚阶级 要知道在古代商人的地位是最低下的 虽然他们通过行商赚了很多钱 但他们始终没有什么地位 所以这一跃可谓意义非凡 这也为后来武则天进宫提供了契机 武则天是武士约的次女穆金 是隋朝皇室的阳士 武则天从小就被要求精通琴棋书画 熟读各类书籍又加上他容貌秀丽 因此也算得上是美貌与智慧并存的才女 在他十二岁这年 这样幸福的生活在他父亲去世后就一切都变了 武士约去世后受到家中嫡母和其他族人的排挤 因此母亲和他迁居长安 二出入宫廷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驾临洛阳宫 听闻武则天才冒双全遂照入宫中 出入宫廷的武则天才十四岁 正值青春妙龄活泼可爱 李世民对他甚是宠爱 但是考虑到他年纪尚小 因此并未立马宠心 慢慢的武则天对宫中事物和规矩也熟络了许多 对男女之事也有所了解李世民便翻了他的牌子 照他事情 武则天被宫女嬷嬷们悉数打扮了一番后 被人卷在被子里抬入了李世民的寝殿 说来也巧武则天事情这晚雷雨交加 就像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 李世民看着躺在床上娇羞的美人 几句闲聊后就想步入正题时却发生了意外 这时床正对的房屋梁木突然塌了下来 武则天迅速反应过来后一把护住了李世民 幸好两人都没有被房梁砸住 李世民对武则天这一行为大为赞善 认为他不仅有才貌还勇气可加 事后李世民立即派人彻查此次事件 调查的人发现梁木并没有任何被手动过的痕迹 那晚正好雷电交加 于是便推测是被雷电击中 才导致的房梁掉落 查明真相后李世民当即封武则天为武品才人 并辞明妩媚 尽管这次事件仅是个意外 但这在李世民心中却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他认为自己宠幸别的妃嫔 时都从未出现过如此状况 偏偏武则天侍寝时发生了这样的意外 在那个封建迷信的时代 他觉得一定是上天在暗示着什么 帝王本就生性多疑 因此据一些史料记载 李世民在为赵姓过武则天三半军身侧 虽然李世民在为赵姓过武则天 但武则天智慧过人又有独到的见解 因此李世民更多地将武则天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史书中关于李世民在为 其先武则天的生活少有记载 仅在武则天晚年的回忆中提起过驯马仪式 唐太宗喜爱养马喜欢收集各类品种的马匹 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开化的年代 女子也会骑马打球等娱乐活动 依次李世民带着他的遗众 飞嫔去参观新引进的一匹马 他指着自己最爱的一匹马说道 此马性情暴躁很难被驯服 你们中谁有法子能驯服他吗 在场的妃子们听了都连连摇头 这时武则天站了出来 他说给我三样东西就能驯服他 分别是铁鞭铁锤匕首 李世民诧异地问道 要这三样东西何用 武则天答道 若是他不听话就用铁鞭锤锤他 若是还不听话就用铁锤锤他 倘若使用了这两样还不听话的话 就用匕首刺穿他的喉咙 李世民听了先是惊讶 没想到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 竟能想出如此狠辣的手段 可见此人的胆识超乎超人 但皇帝需要的并不是多么勇武的妃子 他需要的是能够顺从他的妃子 这让李世民不得不将袁天刚的预言放在心上了 袁天刚曾看着强宝中的武则天说道 龙铜凤锦 奇鬼燕也 说他有朝一日可以称帝 通过此事 这让李世民不禁联想起了 武则天第一次事情是房梁掉落的事情 他认为这一切冥冥之中或许早有暗示 这也是李世民在为宠幸武则天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武则天的位分也一直都是才人 武则天也渐渐的不再是当初 那个单纯善良的小女孩了 他明白要想在宫中生存就必须得有依靠 而李世民的疏远与提防 让武则天彻底寒了心 青春貌美的他很快赢得了晋王理智的之恋 然而碍于裁人的身份二人 并不敢明目张胆地护诉情谊 在李世民病重期间二人来往甚至亲密 李世民哪怕在驾崩之前 也在想着那个称帝的预言 因此他本想下旨让武则天殉葬 但因为殉葬制度早已废弃 所以便下旨在他驾崩后 让武则天出家当尼姑 常伴青灯古佛辽死于生死再入宫廷 出家当了尼姑的武则天并不安分 李世常以各种理由前往感业寺 看望武则天 几年后李世找借口重新将武则天迎回宫中 回宫后他彻底像是变了一个人 爱情什么的在他眼里早已不再重要 他一心搞事业开启了他的开挂人生 此时权力才是他的毕生追求 想必他回宫后的逆袭之路 大家也能在各种影视剧看到 而且在史书中也多有记载 从一个小小的才人一路奋斗到万人之上的皇帝 其中的酸甜苦辣也就只有 当事人才能切身的体会到吧 站在惊人的角度 我们要用辩证法的思维去看待他的传奇人生 他有功也有过留下的无自卑 给了后人无限遐想 我们需要您的频道 让我们来看看